首先看到中共14號的維台軍演 台灣西南海域被共軍劃入了演習區域 屏東縣小燕球的漁民 今天上午在海上作業 發現了一具漂流的浮標 上面寫著福建海洋氣象浮標 海峽3號字樣 但在懷疑可能是衛裝氣象用途 實際在蒐集情報 台灣的海巡署獲報之後 派遣的雲林艦前往勘察 也持續在現場觀察浮標是否有矛定 並且擴大搜尋鄰近是否還有類似浮標 來通報相關的單位演習